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省委书记巴银潮鲁宣布长春至白城铁路提速工程开工 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讲话 双辽至陶南松原至通鱼高速公路通车仪式在白城举行 巴银潮鲁宣布两条高速公路正式通车景俊海讲话 吉林一号高分03系列卫星发射成功 一箭九星的发射方式创造我国航天发射新纪录 大安市坚持以思想解放促进理念升级 壮大生态城市和生态环境成果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省各地积极落实六文六宝政府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长春至白城铁路提速工程开工仪式在松原举行 省委书记巴银潮鲁出席宣布长春至白城铁路提速工程正式开工 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讲话 金秋九月秋风送爽 道买飘香 开工现场采集飘扬 气氛热烈 开工仪式前 巴银潮鲁景俊海等省领导来到工地建厂 仔细查看项目建设展板 亲切慰问奋战在施工建设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 巴银潮鲁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长春至白城铁路提速工程开工建设 是活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 是全面落实中央抓六宝 粗六稳要求的实际行动 是加大铁路设施补短板力度 加快交通强省建设步伐的重要举措 希望大家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从加快东北振兴的战略全局出发 攻坚克难 拼搏奋进 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 努力打造成为高质量的精品工程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民生工程 要坚持安全生产理念 规范操作流程 做好安全防护 确保项目施工安全 要优化施工组织 抓好精准调度和服务保障 保证项目建设进度 为全县岸基竣工奠定基础 景俊海代表省委省政府 祝贺长春至白城铁路提速工程开工 向所有工程设计者 建设者 参与者致敬 他说 启动长白铁路提速工程建设 标志着我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务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取得积极成果 对推动中东西三大板块建设 带动茶干湖生态旅游发展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白城国家级高载能高技术基地建设 造福沿线人民意义重大 必将在吉林交通史上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景俊海指出 振兴发展交通先行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紧紧扭住提速这个关键 以体现新担当的姿态 建好工程 以实现新突破的勇气 打造样板 以展现新作为的标准 树立标杆 统筹推进 征地拆迁 视频监控 信号调整等工作 能并联的并联 能同步的同步 确保如期竣工通车 坚持百年大计 质量第一 落实好安全责任 保护好沿线生态 发挥好带动效应 打造质量过硬 安全可靠 人民满意的精品工程 示范工程 安全工程 放心工程 连结工程 瞄准前沿科技 注重与新装备配套 与新基建融合 与新场景应用 推动数据资源 赋能交通发展 建设一条发展之路 希望之路 未来之路 吉林省委省政府 将一如既往支持铁路建设 强化要素支撑 提供优质服务 让我们携手同心 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 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千里表示 铁路部门将保质保量 完成长白铁路提速工程 统筹推进吉林省 其他铁路建设项目 全力保障粮食 钢材煤炭等国家重点物资运输 充分发挥铁路先行观作用 为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助力天才 长春至白城铁路 既是我省十三五期间 重点铁路项目 又是横贯我省东西 大十字轴铁路网骨架的 重要一轴 项目全长三百二十八公里 计划2021年7月1号建成通车 建成后可提速至200公里每小时 白城至长春间运行时间 缩短至两小时 将进一步优化 我省高速铁路布局 改善铁路运输条件 对于加快西部生态经济区建设 对接国家哈长城市群 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推动吉林振兴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吴敬平主持开工仪式 省领导胡家福 蔡东 省政府秘书长王志厚 省支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参见单位负责同志等 参加活动 今天双辽至陶南 松原至通鱼 高速公路通车仪式 在白城举行 省委书记巴音潮鲁出席 宣布两条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讲话 通车仪式前 巴音潮鲁 景俊海等省领导 在现场了解全省高速公路 和双辽至陶南 松原至通鱼 高速公路建设情况 亲切慰问 施工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 巴音潮鲁代表 省委省政府 对项目建成通车 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体建设者 和关心支持交通事业的 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 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 双辽至陶南 松原至通鱼高速公路 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吉林省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的重要节点工程 两条高速公路的建设 是省委省政府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为加快改变 吉林西部地区发展相对滞后 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沿线各级党委政府 要抓住项目建成通车的 重大机遇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 充分发挥交通物流 大通道的作用 坚持优势互补 联动协同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文化旅游等特色产业 进一步畅通人流 物流商流 带动当地群众摆脱贫困 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 使高速公路成为 名副其实的民心路 致富路幸福路 景俊海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双辽至陶南 松原至通于高速公路 建成通车表示热烈祝贺 向奋战在一线的 广大建设者致以崇高敬意 他说 今年是吉林交通强省建设 五年攻坚站开局之年 两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标志着四平白城松原地区 实现全部县市通高速 让通鱼至长春 双辽至陶南车程大幅缩短 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 人畅七行 物畅七流的便捷满意交通 意义十分重大 景俊还指出 当前正值决胜十三五收官 开启十四五新局关键时期 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当先行官抓大项目 奋力开启新时代交通强省建设新篇章 要聚焦扩投资 坚持增新建 稳在建 都续建 一体推进 更好助力六文六宝工作 聚焦补短板 坚持铁路 公路 机场 港口 数据一体谋划 更好服务三个五发展战略 中东西三大板块建设 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聚焦强保障 坚持项目审批 要素供给 综合服务 体制机制一体协同 推动环长春 四辽急松工业走廊 高速公路大环线 西部旅游大环线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大环线等重大工程建设 加快构建立体互联 内外通畅 覆盖城乡 安全可靠 综合智能交通网络 更好支撑新时代 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双辽至陶南 松原至通宇两条高速公路 连通四平 白城 松原三个地区 五个县市 是连接东北区域的重要交通纽带 这两条公路的建成 对于行程东北区域和吉林省高速路网主框架 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 对于统筹我省中东西三大板块建设 促进黑龙江 吉林 内蒙古 交汇区域经济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 副省长蔡东主持通车仪式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胡家福 省政府秘书长王志厚 省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参见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今天我国在黄海海域 用长征11号运载火箭 成功将9颗吉林1号高分03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在海上 以一键九星方式发射卫星 创造了我国航天发射的新记录 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 向参与研制卫星和发射的 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专门发射贺信 向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致以热烈的祝贺 并向全体科研和工作人员 表示亲切慰问 贺信指出 吉林1号高分03系列卫星的成功发射 标志着吉林1号卫星制造模式 由研发转向生产 星座建设进入高速组网阶段 充分展示了我省创新驱动的重大科技成果 必将激励全省2700万人民 实质创新 勇力朝头 为实现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 助助新动能 贺信指出 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 自2015年自主研制的 中国第一颗商用高分辨率摇杆卫星 吉林1号成功发射以来 目前已实现卫星星座数量25颗 形成了一条及卫星数据接收 处理分发和应用服务于一体的 卫星数据产业链 推动了我省航天信息产业跨越式发展 为吉林转型升级 振兴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时强调指出 吉林要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 体现新担当 在走出一条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 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上 实现新突破 在加快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征程上 展现新作为 吉林1号卫星 是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重要品牌 是吉林体现新担当 实现新突破 展现新作为的一张亮丽名片 省委省政府将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 改善科技创新生态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持续优化创新创业创造环境 全力支持和推动 卫星及航天信息产业创新发展 希望你们高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为国担当改革创新 积极作为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次发射的吉林一号高分031组卫星 由常光卫星技术公司研制 包括央视频号卫星在内的 三颗视频成像模式卫星 和六颗推扫成像模式卫星 主要用于获取高分辨率 可见光推扫影像和视频影像 将为我国国土资源普查 城市规划 灾害监测等提供摇杆服务 至此吉林一号卫星星座数量 增至25颗 这次任务是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346次发射 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 第12次发射 昨天晚上 省委书记巴音潮鲁 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 在松原会见了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千里一行 巴音潮鲁代表省委省政府 对张千里一行的到来 表示欢迎 在简要介绍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 巴音潮鲁说 长期以来 吉林省始终把交通运输 作为一项基础性 先导性工作 摆上突出位置 高度重视铁路发展 在中铁沈阳局的帮助和支持下 全省铁路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效 铁路营业总里程 达到5028公里 其中快速铁路里程 达到1136公里 高铁里程达到758公里 当前 中央对东北铁路建设的重视 前所未有 明确提出 要全面提高基础设施 对东北振兴的先导作用 和保障能力 加快东北地区高速铁路网建设 和既有铁路过能改造 吉林是个客户大进大出的省份 对铁路运输的需求很大 我们将抢抓机遇 城市而上 加快推进高质量交通强省建设 加紧完善吉林铁路网络 全面提升交通运输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保障能力 希望中铁沈阳局 一如既往地支持吉林发展 加快再建铁路建设进度 进一步强化货物和旅客运输保障 帮助我们不断提高 铁路运营服务质量和水平 为吉林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张千里表示 中国铁路沈阳局 将积极贯彻国家战略部署 加快推进铁路项目建设 进一步完善铁路网络 着力提升交通运输保障能力 继续加强与吉林合作 拓展合作领域 提升合作层次 为吉林振兴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吴敬平 胡家福 王志厚参加会见 9月14号至15号 知名企业家走进松原 助力茶干湖生态保护与发展活动 在松原市举行 昨天晚上 省委书记白银潮鲁在松原 会见了参加活动的知名企业家一行 白银潮鲁代表省委省政府 对各位企业家的到来表示欢迎 对大家多年来 关心支持吉林振兴发展 表示感谢 他说 2018年9月26号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茶干湖 做出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 相得益彰 守护好茶干湖 这块金字招牌 等一系列重要指示 今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我省视察期间 又对茶干湖 合乎联通工程和生态保护 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 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本次活动为期期 进一步拓宽与吉林省的合作领域 深化与松原市的务实合作 助力茶干湖生态保护与发展 与我们一道共享发展机遇 共创美好未来 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各位企业家 在吉林发展 为企业家们投资新业 创造良好环境 提供优质服务 中国中铁公司总裁陈云代表参加活动的企业家表示 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在更多领域与吉林省与松原市开展务实合作 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 扩大业务规模 为加快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做出积极贡献 胡家福 蔡东参加会见 解放思想再深入 全面振兴新突破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大安市坚持以思想解放 促进理念升级 着力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 壮大生态城市和生态环境成果 同时打造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 大安市围绕建设吉林省湿地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示范中心的战略目标 构建旅游家产业的发展新格局 2019年11月 大安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通过国家评审 正式进入维极景区创建阶段 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创建工作的整体进度骤然停止 受疫情影响 景区多项基础设施土建工程都无法开展 通过开展解放思想再深入 全面振兴新突破教育实践活动 大安市上上下下认识到 振兴时不我待 发展总有办法 为了改上预定工期 他们拓宽思路 制定了相关部门一盘旗 共发力的工作模式 将基础设施水电并网 标志设计 智慧旅游 数字景区建设等工作 纳入一个任务网 目前景区的42项建设工作 均已开始施工 项目进度追评计划 时间比较紧 这个项目前期运作 因为咱们抓的 今天起步不是太早 所以要你下一步 要是抓紧强工期 争取在十一前 把这个主体的 一些大活把它干完了 在把基础工程 抓到位的同时 大安市立即开始谋划 嫩江湾景区的魅力点 作为在全省起步 较晚的一个文旅项目 靠什么来吸引商户 招揽游客 经过认真思考 深入探讨 把目光投向了文化创意领域 目前已经与国内顶尖的 景区设计运营团队 巅峰置业签订合同 并邀请金大陆 清华工美等业内知名企业 参与景区外部景观环境设计 谋发展 谋未来 不仅要规划好发展布局 更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罗赛洛大安明交公司 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受疫情影响 企业一度面临原材料短缺 运输受阻的困境 为了帮助企业尽快恢复生产 在符合防控标准的前提下 政府第一时间为企业 办理了交通许可证 允许原料采购和发货车辆 正常通行 同时建立微信沟通群 让企业和工信部门 随时保持联系 及时掌握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 我们整个的原料的采购 到发货的环节 包括我们整个生产的过程 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一直处于一个 非常正常的状态 到现在为止 我们的产量也比较稳定 我们的一个销售也比较稳定 然后我们的一个总销售额 也基本都达到了预算的一个要求 中国这个解放思想大讨论的 这个活动 下一个我们还得抓住不放 就是为企业服务 企业是上帝 树立这么一个理念 把工业企业这个账额打好 把复工复产这个账额打好 做到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了不误 今年大安市计划实施的 33个3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已开复工18个 完成投资4.46亿元 8个5000万元以上 三草项目全部开工 已完成投资3.23亿元 把这个解放思想还得紧紧抓在手上 激发干部的担当作为 砥砺前行 推动这个大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到北京真正的就有这个获得感 幸福感 连日来各地积极落实六文六保政府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为经济发展助助新动能 总投资33.15亿元的长双公路 正在加紧建设 公路起点位于长春静越高新区 小南屯以北 终点为长春市双阳区 长双烟铁路通道桥处 全长33公里 将于2022年建成通车 建成以后是双向六车道的 它的设计时速是100公里 建成以后从这个双阳到静越 也就是十多分钟 长春至双阳公路的建设 对缓解隆东公路交通压力 加强长春市主城区 与双阳区之间的联系 将发挥重要作用 经过了四个多月的施工建设 东风县首座公铁立交桥 东风路公铁立交桥 近日竣工通车 全长602.86米 为双向四车道 宽敞平坛的道路 不仅解决了市民们的拥堵难题 也为机动车辆的出行 节省了时间 这几天在通化市 东方红药业 深制品生产县的建设现场 100多名工人 正在对多功能仓储区的主体 开展器柱作业 项目总投资1.6亿元 新建设西洋深制品仓储 研发 深加工包装等设施 可提供深制品的仓储加工 冷链物流运送等 全产业链的生产能力 目前项目的主体工程 已经完成65% 预计年底前 将完成主体施工部分建设 建成后可年产 西洋深类制品5000吨 实现产值3亿元 吉林省第七届好记者 讲好故事演讲比赛 全省决赛 9月13号在吉林广播电视台举行 来自全省新闻战线的 10位一线采编播人员 现场讲亲历故事 谈采访过程 说内心感受 能在今年2月 作为吉林省 罗媒体武汉报道组的 一员前往战营一线呢 我觉得是对我17年 新闻采编采压的 一次考验和检阅 虽然我们新闻工作者 手中没有插管 没有出射器 但是我们手中呢 有笔 我们手中有摄像机 我们通过我们的新闻 来传递武汉那种 不屈的精神和生命的力量 作为一名记者 我认为 我们的报道就是在讲故事 那么参加好记者 讲好故事 而且又是一名逆行的记者 我就想我一定要把 我们抗议的故事讲好 经过激烈角逐 来自中国吉林网的 月明获一等奖 本台记者 丛龙靖张旭言获二等奖 本台记者 赵孟秋获三等奖 9月15号 2020年吉林省网络安全 宣传周校园日活动 在长春启动 活动旨在增强高校师生 个人信息保护意识 携手共同打造清朗的 校园网络空间 宣传周期间 省内各高校 还将陆续组织师生 开展同上一堂网络安全课 参加全国大学生 网络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 针对大学生提高用网风险意识 呼吁大学生远离不良网贷 律是个文明用网 今天吉林动画学院迎来了20周年校庆 同时启动驰骋天地创想未来系列活动 期间将举办第20届虚拟现实大会 吉动杯中国虚拟现实大赛 首届国际数字营销 与广告创意大赛等活动 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末 作为民办高校 我觉得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 和他自主创业的能力 这也是提升他未来在职场的 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核心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和行业的对接 包括一些项目的展示 能让学生能热衷于 文创产业的投入经历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